这个是徐州的腊膜 上面刷的是这个腊油是吧 对 多有感觉 这个辣椒是香而不辣的那种 香而不辣 香香的 对 这怎么卖呢 两块钱一个 哦两块一个 对 徐州的国际腊膜 给大家看一看啊 就是这样一块大面 一座都是做这么 满满的一大案板 好几个过瘾 这个是发面是吧 哦 饭喝 饭喝面 对 比较用力啊 对 就是板有多大 杆子就有多大 满满当当 各台过瘾 哦加上大葱 锅剂腊膜 大饼上面加上那个 葱 葱里边拌的应该是辣油 就是这种满满满满的一个大板 这个过瘾 这么一个板出来得做个应该得有几百个 没有 那个几百一两百个有吧 做不出来 得做两百个左右 差不多 哦 这么卷起来了 看 这个手法 到这里的步骤还跟上海的葱油饼有点相同 上海葱油饼是放低的 我们是清蒸的 是清蒸的 对 这是辣油 哎呀 你看 这样卷 那个手法非常的娴熟和专业 哎 这做多年了 做了三十多年了 哦 三十多年了 嗯 哦 以后年龄都大 你看 像一条长龙一样 哎 很悬的 哦 然后把它 弄成合适的长度 然后就可以开始切了 这个小感觉 你看 来来 回回 现在是三米八 多一点少一点就不行 现在开始切磨 阿姨 娴熟的手法 三十多年的经验 就 啊 冰层合适的 粹度和 长度 切好以后 再给它 按一拉 就这样一个 那个感觉 啊 嗯 一天得这么 就停着做 那一会儿就已经这么样 一托盘 一托盘 全都叠起来了 这刷的怎么样 辣毛出炉 刷上这个辣椒油 这徐州特色的辣椒油 香而不辣 我有感觉 超有食欲啊 那你垂涎欲滴 漂亮 就这样一盘 这两个 这个是不加辣油的 你看 外边 里边烤的底下脆脆的 上面也是脆脆的 加上这个葱香 这不就是葱油饼吗 两块一个 嗯 哇 咸鲜 葱姜 哇 这个饼很不错 这个辣不辣 不辣 这个不辣 但是它面香很浓郁 就像吃个 这个咸面包一样 这个不加辣的也很好吃 我们再来一个加辣的 吃一下 艾克森刷了辣油 嗯 刷了辣油的 会变得更香 好的那种面香啊 但会被辣油 稍微的给遮挡一下 嗯 这个蛮好 两个都很香 蛮好香 两个都很棒 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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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